比较擅长的是舞蹈 因为之前是在异校学的是舞缘舞专业 之前初中就是想学习舞蹈啊唱歌 就是初中啊 那种就是感觉呢 学到一些实力 就是你长久以来的保障 因为我们怎么说也是成长系嘛 然后在你平时要工作的时间 然后练习的时间 就我们没有什么练习的时间 舞台是我最爱的东西 然后就是一旦你要站上去了 然后你有一个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我是还可以做到的 因为热情还在 因为毕竟是学跳舞的人 学跳舞的孩子都是对舞台 从小都是有一种向往 然后一种神圣的感觉 我自己画可能觉得我自己舞蹈方面 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表现嘛 然后但是还挺好的感觉 就是气氛还不错 就是没有想那么严肃 我心理素质一向是就是不稳定 有的时候人一多就人来服 就特意的表现 但是有的时候就人一多 就会就是压力也会很大 就是都不要的 也是看现场气氛的